今天早上开车到师范大学 感受一下大学的氛围 呼呼呼 其实没有这么文青啦 是到师范大学看我小孩子参加十大杯的桌球赛 但是走在校园里面总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好像回到了30年前那种青涩的回忆 超漂亮的校园 前面有一个伟大学生 第一场两个巨人打球 我的小孩185 对面那个可能快要200公分 中原对中心 都是那种训练的 這次是 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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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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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一些年輕學子就覺得自己好像也年輕了起來 而且在校園裡面漫步 真的跟以前在校園裡面不同 以前都是形色衝衝的 要不就跟人家聊天 現在還真的能夠享受一下 整個校園的那種文青氣氛 看看年輕人挺棒 不過重點還是看我小孩子打球 我發現小孩子打球現在的男生都越來越高 我小孩子1米85 1米86已經很高了 沒想到跟他對打的超高 我看快要200 我小孩在他旁邊還矮半個頭 所以現在的小孩真的跟以前不一樣了 第一個男生每個都長得高 第二個女生皮膚都很白 所以打這種室內運動還是有好處的 人家說打籃球才會長高 真的不一定 打桌球也會長高 而且女生皮膚都很白 老婆妳看起來不是什麼感覺 就很輕鬆很愉快 對 但他輸球我也很開心 對對對 至少打得很精彩 就是他自己有運動到 然後看他在場上 他跑跑跳跳 就覺得真的是蠻不錯的 對啊 享受青春 揮灑熱情 然後現在他們在接下來團體賽 其他再打 然後中間還有等待的時間 我們兩個就可以出來走走晃晃 在校園裡面感受一下多棒 好的 隱藏心辦談天都有些事 今天就到這個地方 咱們下回見 拜拜 還有一個好處喔 就是趁著比賽的空檔 我們兩個還能來一個 午餐小約會 對 吃美食 喝咖啡 午餐小約會 師範大學的禮堂 他們這裡的 提的對聯 也很酷喔 右邊是 養天地正氣 然後中間放的是 岳飛的滿江棚 陸法從關 平藍處 瀟瀟於歇 而左半邊寫的是 法古今完人 養天地正氣 法古今完人 而這邊寫的就是 文天祥的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 雜然復流行 下則為和樂 上則為日新 酷